我是小易 我采访在泰国生活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他们为什么来泰国呢 我没有剧本能拍到些什么 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 那家年初的时候我打算去的 但是好像是去年了 但是他只有周末才营业 去就没开 然后我就去他旁边那家烤鸡店 嗯嗯嗯 对对 道天真的挖掉就变水了 一片过半天 艾伯尔岛 其实艾伯尔岛 其实艾伯尔岛我很喜欢那家 那家冰淇淋 还有一个叫蛋挞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那个很好吃一个甜品 他反正是用鸡蛋还是怎么样 我之前不还就是为方便住客吗 还写写功率啊写写写写 一写现在一看全都倒闭了 那路还是热的 但是现在真的住的住外面 你看古城基本大半年都不来一次 你慢路就好 就去吃个什么米 去吃大口米线路过一下 就从那边穿过去 然后古城我会来就是 那个 大新寺 往下走 有一家卖油条的 那家油条挺好吃 我就有时候早上骑得早 我就买点油条 到那边 游客吧或者短 不过一段时间 你还是住在这两个区域 相对你出去吃喝玩啊 晚上去喝个酒啊 去去哪里浪一下还是方便 但是 长时间住了 大家基本不会选这些地方 就还是堵嘛 一个堵车啊 停车也 一个土城里面之前 停车 绕了半天 没地方停 现在就大家都是往外面去破山 长住的 之前你去个 去个泥曼路都觉得挺远了 然后现在你可能就觉得 哎 我去到萨干潘了 哎 没多远了 开车二十分钟 这也还好 以前想想 就是刚来 我去到这里觉得 都已经去到清卖边界了 现在想想 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其实你像在国内 上个班 路上两三个小时 再去看 然后来这边 你就觉得这些 不算什么 但是待久了 你还是会觉得 哎 开个车二十分钟 还挺厉害的 就懒 真的是在清卖边懒 你想我 我朋友现在每天上班 在深圳 他住一天 然后去 去南山宜家上班 一天车上 就三个小时 来回 然后 像我们在这边 去门口那五十米 其实有行摩托车去 绝对不会走的 欧巴兰来说 你其实一随便吃点吧 我不知道吃啥 关门了 我说可能倒闭了吧 就这旁边一家 好的 好的 其实一直到期了 那就换地方 他可能就换在原来隔壁 就有形态 那是几年 几年一个合同期 因为我之前去古城里面 那些家 尽量去的时期 都倒闭了 但是在旁边不远 就就开了 好萧条 之前来古城 只是 马路一条路 看到头 车也没有 人也没有 我就算 算运气好 然后就 因为我那段时间 要生小孩嘛 马上要生 我也不可能每天 跑到古城 再去 看公寓啊 看民宿啊 就那段时间就 我也没转让 我就直接就退掉了 都退了 直接不做了 就刚好 我最后两三间房子 一间十二月到期 两间一月份到期 然后到期了 我就说就不做了 然后 就疫情就来了 好 那段时间还有 我有几个朋友挺惨的 装修 做民宿嘛 整个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 全都装修好了 一月 一月十几号开张 开张 就那年 一月十几号开张 然后 就那时候他叫我 还说 我们开张要搞了DJ 搞了酒 晚上过来喝点酒 然后那几天 我们回去接丈娘嘛 就没去 然后回来 我在回来的时候 还撑着 撑到三月份 开始封城了 就一直亮光了脸 亮到现在 去年有一段时间还开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开民宿 他就把下面酒吧那些开了 然后还 生意还行 但是 马上就 没有人了嘛 那些游客也都走差不多了 然后 又开始进酒 各种 他那个 很惨 因为好几个朋友都 就是 就那一段时间开民宿啊 开餐厅啊 开 开首宿 第一步都没躺过去 今天还想养一只 这个狗叫什么 比格 比格 特别好玩 是吧 但是 就叫声特别大 然后 我当时住的地方 又都是住宅去 我就没敢养 住宅养不了狗狗 比格 性格特别好 就是 叫声超大 好 我认可 可以 com卡 Definitiva 别發行 别發行 别发行 不都不可以 别发行 manually 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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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狗好像狗味儿会有种吧 狗味道都会有种 像我家隔壁几个邻居小孩千天 终于开学了 然后几个月终于开学 去了两天继续上游停了 现在这个时候吧 在清卖住没有游客好处 就感觉像那种 刚来清卖那个时候 游客又不多安安静静的 一二一三年了这样 现在就自己生活吧 去那个健身房 在家里每天碰他一下 然后带他小孩 晚上带他一天 放过去 没什么事情做看看书啊 看看电视啊 厨艺不行 吃我就很贵吃 厨艺就不行 以前就是跑这些嘛 就是老师要写木柜啊 我也不是说靠那个蹭流量 我就是找一个平台发出来 然后有客人来了 问我哪里去吃 我就直接把那个东西甩给他 我也不用再一个一个给他介绍一遍 游客来了 还是要给他介绍一下去哪里去哪里玩呢 嗯 嗯 对 在这待久了吃了也就那几样了 倒是因为疫情中餐店开的越来越多 还是能吃点好吃的中国菜 今年有个大叔开那个小茶餐厅一样做乐菜嘛 做的真的挺好吃的 然后可能就疫情就走掉了 看了没多久就走 那段时间还经常跑去同家吃 你家附近有个肠粉 那对 有经常去吃 是啊 早上醒来特别饿癌 就去吃 小伙子还挺帅的 挺年轻的 好帅的 好帅的 基本基础款的 好帅的 像草山那边就是高配版 旗舰版 草山我想吃那个叫 调爱叫什么 算很多果 各种饼 对那个饼里面包的东西 有有在卖 卖那个老鼠果 就是粉果都有 在我们小区的 是吗 小区就让他做 然后有几个朋友包粽子啊 做蛋黄酥啊 我朋友去年他们做 做干锅 做冷面 做凉面那些 也很好吃 但他 今年也要回锅了 整体来说 比我们刚来的时候 选择多了很 想吃啥的 早餐就包子又长 烙饼 大部分在这边 还是喜欢吃中餐 泰餐就 泰餐你就 吃个新鲜嘛 吃个东银公 吃那么两天 你觉得挺新鲜的 然后你吃两个星期 你就受不了 酸酸辣辣的甜 主要还是甜 泰菜 就是甜 江浙的人还 接受度还高一点 我们 吃就 就觉得口味太甜啊 或者太重啊 就觉得好吃的就是那个嘎炮 嘎炮是接收度最高的 嘎炮 其他就送单 之前在这吃过那个嘎炮 嘎炮牛肉好 但他菜单里没有 嗯 基本 任一家你跟他讲他都能炒 可是这家你猜多少钱 50元 快10倍了 450 菜单里没有 但是他普通菜 其实就是100株多一点 100株 还能接收啊 反正那个菜单里没有错 收了 还点了两份 盖饭嘛 还吃挺好吃 嗯 这是嘎炮 炒菜 炒的那个牛肉 炒点了两份 一看900 这是什么东西 最后是吧 那这边单点 基本没超过100株 嘎炮 嘎炮 像我家那边盖饭 嘎炮一个盖饭才30株 那个村里面 这边也是差不多也是30株 这边 学校 对 你这边吃东西可以 你住那个对面 还有一家 青麦开了四五十年的粉店 嗯 哦 蓝坊的那个吗 不记得什么坊 也是一个连牌 卖那个什么鱼丸粉 上次的泰国人带我们去吃 嗯 开了40多年 说青麦有一半的人都吃了一家粉 长大 是吗 他说 妈妈 他奶奶就在那家 小鱼丸 嗯 就是你们主路对面 哦 我知道 但是吃也吃不出 我觉得还 就是你吃不出 有什么不一样 嗯 对吧 你在这边吃个什么 什么柜雕 跟那个百年老店吃的什么柜雕 吃不出有什么东西 但是人家 泰国人就认为那家 就是说特别聪明啊 特别好吃啊 我上去曼谷 那家 120 但是很多人去 泰国人也去 三百四十年的 他有的还用那个大皮 薄的那个 泰式炒 炒焦粉 对 他泰我吃的 我第一次来是重游 第一次来就是从 待了两个月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两个月一共 花了六千块 还包括学潜水 包括机票 待了两个月 所以就每顿都吃的特别便宜 就吃泰胎 二十桌三十桌 就那样吃了 我刚才都吃七二一了 我真的吃了 七二一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看民宿 我家对面就吃了 就想不到吃什么 你要起摩托车 要出去 要很麻烦 想不到吃什么 就吃了 就那一段时间 真的一进去 其实一打开那个门 闻到那个味道 就恶心 天气还不错 吃菜 下了下了下雨 那天下大雨的都吵醒了 家人们点个赞 万水千山总事情 点个订阅行不行 要想小鱼视频好 评论转发不可少 订阅点赞稳定更新